在那個北疆那邊 新疆 那邊連學校都有那個軍隊在駐守 那你會贊成兩任同仁嗎 我會非常贊成 我覺得都是中華民國的子民 應該要相互團結 來去創造最佳的經濟環境 香港百送中到現在 你有看到中國政府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問題嗎 我其實沒有很注意耶 喔 就是把問題變不見就沒有問題了 不是那麼喜歡就是中共政府的做法 就是對國際社會說自己的一套 然後香港發生的事情 他們又讓他們發生 就是發生又一套 跟他們所之前答應的一國兩制 是非常的不一樣的 我覺得對台灣的影響就是 台灣的政治人物 對於一國兩制 也沒有表態的很明確 就是香港這樣子 看來就覺得說很擔心台灣啦 感覺中國跟他們的人民 似乎沒有存在一個 可以溝通的平台上面 問題蠻嚴重的啊 不能讓人民持續受傷 這是蠻現實的問題 這是政府可能沒有辦法做好的事情 野蠻啦 用警察去打老百姓 老百姓又沒有什麼武器跟他們抵抗啊 有啊 就是共產黨是王八蛋 就是專制政權嘛 國民黨跑到台灣來 不就是因為共產黨弄來的對不對 沒有拘案思維啊 民主吧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東西要自己去爭取 感覺中國政府一直是一個逃避的方式 然後不管人民一開始是用和平的表達訴求方式 或是到最後嚴重面的抗爭 可是他們好像一直逃避這問題 然後用暴力的方式去鎮壓 沒有在注意這些 我對這方面比較沒有關心耶 沒有很積極的想要處理吧 中國就是專制啊 他們沒有要處理的意思啊 我覺得好像所有處理都是問題耶 反正就是他們想要怎麼做 他們就怎麼做啊 他們也完全不管香港人民的死活啊 共產正常表現啊 極權國家有什麼好意外嗎 目前中共當局的負責人 他應該要審思是否要還給民眾一個 安逸安寧的社會環境 中國人民共和國 他基本上就沒有要再採一個民主 或很多方式 資訊不對稱下 造成對岸很多人民對現實生活中 不是這麼了解 至少我們在這個自由民主環境下 我們自己有辦法去Google去判斷 中國都是問題啊 他們領導人就是一個問題啊 整天好吃懶著做 在那邊不做的事 然後在那邊一定喊要同獨台灣 可是他們自己國家管不清楚 還搞台灣衝啊 雖然發現了這些問題 但大家會想生活在中國的體制下嗎 當然不希望 因為我們出生就是處於在一個 就是比較自由民主的狀態下 我還是希望能夠保有這樣的狀態啦 完全不會 因為我媽她也是大陸人 但是我們回大陸的時候 他們就是 完全沒辦法討論那方面的事情 在那個北疆那邊 新疆 那邊連學校都有那個軍隊在駐守 我覺得很誇張 不太想也蠻痛苦的 應該沒有人會希望吧 我不喜歡 台灣我們就是一個國家嘛 不需要受到中國這樣的束縛 不會吧 我覺得現在這樣就蠻好的啊 當然是比較不願意啦 雖然經濟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就覺得說那個 他們的共產主義嘛 政策啊等等有一些 不太這麼喜歡啦 不會 不然上我同學他是香港人 不會啊 政府干涉他們人民太多自由了 當然不會希望啊 因為畢竟台灣也是自由民主社會 不希望 因為台灣就是民主自由啊 完全不想 只是想控制人民 根本就完全不會想跟他們有任何關係 當然不想啊 你想啊 基本上是不會 目前的狀況 其實大家都希望過平靜的生活 穩定的經濟收入 沒有任何世界上的國家 會接受這種制度 只是因為對岸的 目前在軍事力以及經濟力上 真的是比較強健 目前基本上川普也把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競爭對手變成敵國 所以基本上應該沒有正常人類 經過教育下 會想要在這樣的國家生活 白癡才會想抓 你沒有自由 你想幹嘛都不行 連狗在那邊都會被殺了 你連想養隻狗都不行 當然不願意啊 因為會失去很多自由 還有人權的部分 看來大家都不太想欸 那他們對九二共識 又有什麼看法呢 你知道九二共識嗎 我知道 那你認知的九二共識是什麼 九二共識 之前說個表嘛 可是中國那邊就是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就是台灣自己說自己爽的而已 這個我不知道 不是很知道啊 他講的任何話我都當放屁 有 但基本上 我們OAS就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政府在國際立場上 不敢大聲說出來 我們就是不同國家 就是被打壓 希望在全世界 我們能夠被承認 因為我們OAS其實一直以來 從來沒有被對岸統治過 我知道台灣就是一個 獨立的民主國家 我覺得就算他們在這樣 在國際上製造這樣子的說法 悶心自問我們還是不一樣的 一中各表吧 九二共識跟英國兩制 之前習近平在就是那個 對台灣同胞書的時候就有說 其實他覺得那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也聽過 不知道 沒有非常清楚欸 我覺得我們就是兩個國家 沒有這麼了解 各說各禍欸 實在是不太想去理 那個九二共識在講什麼 沒有九二共識啊 因為並沒有達成共識啊 那哪來的共識 對內說一套 對外再說另外一套啊 九二共識好像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同意了 是不是代表說我們是同一個國家啊 我們就不能管理自己的事情 國際上也不能幫我們 他們不知道 就是只會看到中國那些好的面向啊 覺得說很發達啊 經濟很好啊 但那只是少部分的人而已啊 真正那些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窮的人還是很窮啊 意料也不是那麼發達 這個只是政治議題啊 只有選舉的時候會拿出來操作 但是事實上台灣 你不管做什麼決定 都改變不了任何事情 我是不太相信 為什麼 香港經濟一直來成長啊 但是 評估差距也是這樣不斷的擴大 有錢的有錢 那基層的人民還是過得非常辛苦 有啊有啊 國民黨認知的九二共識就是 就是一個中國啊 對然後那個各自表述嘛 對那但是在中國的認知裡面 九二共識就只有一個中國了 是啊 反正它先限制你在這個框架 所以我覺得那個九二共識是 完全沒有辦法認同 我只聽過當然沒有很熟悉啊 他們是他們我們是我們啊 它可以用很多字面上的規則 讓我們感覺好像兩個國家可以獨體 就是可以各自有各自的贈送 可是實際上就是從很多的個例可以發現 就不是這樣子啊 聽過 我覺得先把他們自己國內東西搞清楚之後 再來管台灣這邊的事情吧 有 九二共識其實都是一個噱頭 但最終還是走到最後一定會兩岸統一 那你會贊成兩岸統一嗎 我會非常贊成 我覺得都是中華民國的子民 應該要相互團結來去創造最佳的經濟環境 掃描骷髒扣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风传媒 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